哈喽 现在我们吃饱喝足了 然后准备今天的行程 现在我们准备要去郎伯拉邦的这个皇宫 然后就在这个清旅的外面 马上对面就是 这个就是皇宫给大家看一下 一会儿我们买门票进去 郎伯拉邦呢以前是老挝的首都 是之前的叫蓝仓王朝 这个王朝是一九四几年的时候灭亡了 后来成立了民主共和国 现在看一下到这个外面 还是挺红也漂亮的 今天下午来就因为上午人比较多 所以被错开高峰嘛 好 这个就是这个 老挝的王宫 现在叫郎伯拉邦国家博物馆 前面应该是一个老挝本地的一个旅行团 下午人比上午明天少多了 这个是他的一个地图 大概分布图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进来了 然后刚才买了门票 门票的话是每个人是三万老挝币 然后老挝本地人的话是五千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他的这边皇家的寺庙 是在皇宫里边的 然后刚才已经进去看过了 这里边是不让拍照和录像的 所以就远处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就是老挝的末代国王 这下边是供奉他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是有请戒 这个应该就是老挝的最后一任国王 叫西萨旺瓦达纳 这个老挝的这个国家呢 它之前也是封建制老挝王国 这个国王最后被推背 然后软禁之后被杀害 75年之后老挝也是成立人民民主共和国 和我们一样是社会主义国家 现在看一下这个建筑 然后这边应该是一个小的剧场 然后他这边有这个海报 他们应该是就是那种恐惧和泰国一样 是他们老挝的国粹嘛 这边售票 然后刚才问了 票价的话是15万 前排的话就15万 然后中间的话就12万 这边都可以看到 还有这个宣传的一些 这个就是他们这种恐惧 戴着面罩的这种 戴着尖尖的帽子 也是他们这边的文化特色 包括他这边有一些他的这个介绍 Introduction 然后这个屋子这边是这个存包的地方 然后还可以租这个传统服饰 里边那个柜子的话是存东西的话是免费的 然后租这个老挝的传统服装 像筒群啊这些每件是5000基普 然后相当于人民币2块多钱 但是要交一个5万的押金 然后前边的话正中间是这个王宫 这个是老挝的之前的国王 及皇室成员的工作生活的地方 前边的这位女士呢应该是老挝本地人 她穿的就是这种传统服饰统裙 这个紫色颜色还是很漂亮的 我们现在走过来看这边的就是 相当于它的地位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故宫吧 这个地位 它也是朗普拉邦的最大的一个景点 前面好像也是里边是不让拍照的 所以说只给大家看一下外边 然后里边也就不进行这个拍摄了 这个是悬挂老挝的国旗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炮台 这边是禁止旗上去的 不能破坏文物 然后前边是需要脱鞋的 把鞋放在旁边 对这边看完了 这边就是一个这个老挝的这个皇宫 它之前是从1945年到1975年 差不多30多年的时间 是老挝的一个皇室成员住的一个地方 这个还是挺宏伟的 包括现在它都是这个白墙 里边有渗水 我看应该是现在没有国王 他没有在这个修复 然后里边是绝对禁止 不让拍照 不让录像的 然后遵守就可以 然后从这个王宫出来正对面 这边就是这个不溪山 然后很多人在那边都看日落 大概是下午五六点的样子